刘亦菲的新剧梦华路能大火吗? 第一点演员阵容很强大 首先刘亦菲陈晓饰演男女主角 CP感强 颜值高 之前电视剧官宣阵容的时候 很多观众就说看颜值就很期待 尤其刘亦菲时隔16年后在演古装 这个噱头就很吸引人 早年演的天龙八部 神雕侠侣都成为了经典 陈晓也是古装男神 之前播的陆珍传奇非常火 演的很多古装角色观众都很喜欢 配角由柳妍 凌云等主演 凌云作为新女郎一直话题不断 柳妍也一直被称为性感女明星 这些演员凑在一起 至少话题方面是少不了的 第二点 魏波仙虎 开播前热度数据很好 电视剧在开拍的时候 就经常有一些路透照片 频繁上热搜 总是被很多观众讨论演员造型这些 主要现在很多武装剧有很多丑男 比如之前播出的彭小冉和金翰主演的君九龄 当时男主就被观众疯狂吐槽 实在是太丑了 浪费了女演员的颜值等等 全靠同藏衬托 所以这部剧的颜值一直被大众期待 之前剧方放出第一版预告的时候 刘亦菲的擅自舞就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视频播放量很高 刷爆了很多视频网站 确实是有未播鲜火的势头 最近6月即将播出 电视剧开始加大宣传 频繁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视频网站站内预约量破百万 少有的古装新剧开播前就备受期待 第三点原创剧本 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小说改编 已经引起了观众的厉害心理 觉得难道没有编剧 能自己写剧本了吗 所以这部剧主打原创剧本 还是很有话题度的 编剧写播陆真传奇 当时这部剧 也是捧红了陈晓和赵丽敏 这次是陈晓和刘亦菲来演绎 全念就是同一个编剧 能不能再次成功打造一款暴剧 还有就是这部电视剧的背景 是宋代 很多观众都拿这部剧 和赵丽敏的知否做对比 都是大女主戏 两个女演员也都是话题人物 时代背景 剧情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到时播出 相信两部剧也会被放到一起比较 虽然播出前很多观众都看好 但最终的效果 还是要看剧情能不能吸引观众 比如去年潘月明和张雨琪 主演的云南重鼓 也是为播先火 但播出后 因为剧情太拉胯 引起了很多观众的不满 后面就是翘无声息地播完了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如果孟华录最终呈现效果不佳 估计也会成为烂剧 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这部剧能火吗 欢迎在评论里进行讨论